今年八月份第三宿团兵衣 为一支地心保佑中心收入的最好安排电脑短暂搜尿 今年又接到地心中心顺求协助 希望有专业的机器 为这些一支保佑里亚新动物食舌柜 吹吹胖间的精品 让食舌柜可以颇警惕给你 顺利等到大族人生活 在电脑段层级明顶的欧枯 就是原本收容在一支地心中心的台湾 一支保佑里亚新动物食舌柜 在最近发现有一个行动力不正常 就快上来第三宿团被移做警戒上色的检查 我们有一只乌龟发现它双侧后置都没法顺利的移动 然后左侧后置也肿胀 然后那个时候去拍一次光 我就发现它的精品位置跟其他乌龟很不一样 所以就是想要确认这个精品 是不是真的造成它就是循环不好 然后导致后置肿胀的情形 然后来这边想定位一下 那个精品的确切位置 然后它会比较方便我们做后续的继续的治疗这样 第三宿团被移在过年 也有计划9号进行电脑断层的经验 这次因为无法导致固定食舌柜 当然是用了不少时间和方法来完成这项检查 透过专业的义气 就可以计划在心中心了解总控 对厚所的治疗有很大的帮助 其实野生动物的救伤 包括我们的野生动物医院 在处理这些伤病的野生动物的时候遇到问题真的是非常的多样 那的确是野生动物救伤不可能设置了很多的像这么精密的仪器设备 那还是很需要说我们像我们竹山秀场医院这样子愿意大力的来帮忙 那可以帮助我们解除很多的问题 我们的那种仪器它就是可以把很多组织结构可以划分得很清楚 想办法找到最清楚的地方 跟他讲之后他在找他的组织位置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知道他的位置在哪里 他们后续的处理就比较简单 那对我在想整个环境和环保应该以后会有帮助 一集在心中心是真感谢第三手团北一 路是关怀生命的目标 不关系在林道救援 也还有关怀亚生动物都很努力 也希望这些食事会可以划进火候华烈 顺利会几大资源 记者前面差不多 请订阅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